大甲黎中和医疗体系下的美德医院 今天举办了一场画展 现场也展示了所有德甲的作品 艺术团体的师生们也会在现场作画 从绘画中提升生活品质 感觉相当的美好 一起去看看吧 成立在1983年的李宗和医疗体系 是由土生土长院理人的董事长李顺安医师成立 李董事长以人薪人数跟高超的医术医德 从第一家的院理李宗和到大甲李宗和 中华 顺安 永康 美德 仁泰等七家医疗院所 一直守护新竹 苗栗 台中海线地区的民众健康 2022年4月27号 李宗和医疗体系美德医院 还特别举办一场台湾第一次的精神患者艺术画展 李顺安董事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德医院从八年前就开班教授美术绘画 就是希望以多元方式照顾病患 翻转精神病友的人生 精神科好的精神科医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职能治疗 社工还有心理治疗 那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意识治疗 包括美术的治疗 还有我们即将开办的音乐治疗 那音乐治疗在台湾算是比较先进 在国外在欧美已经有一段时间 李宗和美德医院院长徐景奇说 美德医院的艺术团体绘画班 有舒适的环境 专业的工具 丰富的彩绘 加上美术老师跟护理人员 社工的全力支持 绘画作品表现出患者精彩的人生故事 展现丰富多元的艺术生命力 所以连续好几年在台湾各地巡回展出 获得不少奖状跟肯定 美德社工黄文鑫表示 除了美术课程 最近也从美国引进音乐辅助疗程 以美术音乐的艺术熏陶 促进病友的身心健康 在这个疗愈的过程里面 渐渐的把自己的情感能够抒发出来 然后思想也能够做一些梳理 这在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里面 是非常的罕见 那我们愿意在这方面 再投注更多的心力 让我们的病友能够更有这个长足的进步 我们一个礼拜上一堂课 然后主要就是下午两点开始 然后我们会针对他们的状况 就是再调整那个长度 然后我会发现他们在那个情绪上面 是比较可以获得控制跟改善 2022年接任美德医院院长职务的 台湾精神科名医徐景琪 带领医护人员跟社工不断的努力 细心耐心照顾患者健康 尤其在加入艺术课程之后 改善许多病友的生活品质 这次的画展让人看到 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大生命力 美德医院也将持续各种人性化治疗方式 带领精神科患者迈向阳光灿烂的未来 记者萧朝权 李嘉金 谢静运 卓轩儿 台中报道 成立一个 台中市 监神基金的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